关心四川震灾的消息 除了四川外 中国甘肃省是这次大地震中受灾第二严重的省份 隆南市的九个县军有强烈震感 本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隆南的农村房屋几乎全到 城里的房子损害严重 大都成了围房 无法住人 因为道路中断 食物缺乏 很多地方亟待救援 深圳维军人士郭永峰表示 隆南和四川汶川是同一板块 所以地震后灾情惨重 农村的房子全倒了 农民收入很低 较辛苦一辈子才能修一间房子 因此十分悲痛 家乡的亲友透过他向外界求救 中间喊一个老太婆老大爷 就叫自杀 隆南市文县碧口镇居民王女士表示 碧口镇靠近地震重灾区四川青川县 大部分的房子都整了围房 数万居民都在河堤上搭帐篷住 也都还没有获得任何救济 就在屋子晚上碧口地区的老百姓 没有喝到一瓶水 也没吃到一包方便面 本来是居民王先生表示 他们的房子都不能住人了 因为余震不断 当地居民都很惊恐 据报道 隆南市靠近四川地震灾情严重 其中文县是甘肃与四川汶川直线距离最近的县 也是512地震中甘肃灾情最严重的县 新常人记者陆方雄斌采访报道